这勾得跟尾邦的人现在跟我干上了 实际我们就有点矛盾没有 大爷您那奎托社什么时候在开张啊 奎托社第二回去没让你进那回 那不是我 那不是你 给我那个小门给我写的烂地八糟 他头一回他来十几个人来小团队 最后好说再说 我说二百就给他演了 十几个人二百块钱 那应该才喝二十块钱 问题是他都不讲理 然后第二天他又来了 他说还是二百块钱 又带了十几个人 我说今天你得给四百 四百也不多 对呀 然后你看他那个视频里头 他说我带个伙伴 不只要四百 少一分都无言 瞎说 他说带个团队了 带十多个人 同一回十多个 第二个我说多少人 上门也有 还是那么多人 他这一句他没给删掉 还是那么多人 那不还是昨天十几个吗 我也看见了 我说这个四百 他说就二百 我说二百那就算了 大冷天我不关门 他说你看无情的 把门关上了 碰碰一鼻子灰 这个是脾气不好 这不好那不好 网上骂人 拨一大堆 就通过这个人 是骂您吗 还是说 骂我啊 晚上他那一堆人 啊 那 就是他说什么 那你跟郭德纲啊 怎么个关系啊 是 你对他什么看法 啊 我说那个 郭德纲呢 我得管我叫师爷 因为侯宝林那不是有照片吗 对呀 侯宝林跟我是平辈 是 他管侯宝文叫老师 管侯宝林爷的叫师爷 对呀 我说俺道理是这么个关系 而且向人界肯定得安备份排呀 论多排辈的 然后他把这个 捅出去 搅和着 拨打钢就反对我了 妈妈这个人很坏 我这实话跟他实说 哦原来侯宝真像是这样 对真像是这样 怕他们来上班吃 我跟我一伙伴来 给他两百他都不干 那证明 假人啊 实际他们十几个人 他是个团队 哦 这都是甘蔗的 所以这个人 妈妈做坏 胡说八道 找您学徒什么就行 学徒的 基本没有学徒的招呼 那您愿意交给他们 现在也不想交了 心情不好 那您这份来讲 那你别办 那他们他把这事给捅成这样了 别干了 关了吧 你说多坏这个宣传这个人 我媚着良心 我也不能在网上我跟他吵架去 对 咱说我连手机都不会用 我说您这人看着他挺和善的呀 他这是多了八道吗 坏了 上面写自称郭德纲师爷 他妈写自称这不明摆的就是这事 这上百号人 哦 大家都发这一句那一句就变成这样了 哦 我说谁对谁不对 你知道吗 对呀 你就停了吗 那您这属于是咱北 老北京那大特色呀 这来讲十多个人要说给四百块钱都少 我觉得 四百块钱的一个人才喝四十啊 十个人四百就说十个人嘛 哦 十个人 我根本就没跟他要做 他那上面写着 少一分走远 嗯 那还把门给无情的把门关上 我大冷天 你又不看 你又不掏钱 我跟你这胡冷的 我可不就关门我进去了吗 对呀 要无情的把门关上 弄个什么闭门羹吧这呢 你这胡他妈说 不可能啊 这就这么个东西 其实而且我看您的面相 您特和善呀 也特愿意 不行 他给你收成坏人了 跟郭德纲咱们什么矛盾都没有 对呀 小啊 小事啊 而且来讲您那会儿还在郭德纲 在卓云社表演过呀 您带着您徒弟 是啊 文区是啊 是啊 这不是他是捣乱吗 郭德纲他是侯耀文的徒弟 对 侯耀文的爸爸是侯宝林 是啊 我跟侯宝林是平民 那相片是明摆的吗 我爷爷在那坐着 他在后子站着呀 侯宝林 是 您那相片我都看了 是不是啊 侯宝林还那什么 小蘑菇 啊 长宝坤那个 那都跟我是平辈啊 那那您也不能说瞎话呀 我说这干什么呀 是 哎 让他给说的吗 我这表情成胡说了 什么都不是了 这郭德纲 这一帮的人 现在跟我干上了 持续我们有点矛盾没有 对呀 我们在一块关系还挺好 对呀 我说这帮助都会有点 谢谢大家